南卡罗来纳州备受华人关注 限制来自包括中国、俄罗斯、古巴、伊朗和朝鲜的外国对手公民、企业和政府 在南卡购置土地和房产的S576法案 继上周在参议院以31票赞成、一票反对获得通过后 3月28日,众议院又通过了一读,并被提交至财务委员会 提案自2月28日在参议会提出后,就遇到了华人社区的强烈反对 法案也在过去这一个月之内几经修改 根据3月28日晚公布的版本,规定如果一个从事商业活动的法人实体 其股票、证券或其他所有权指标中 有单个外国对手公民占股10%或以上 或者多名外国对手公民占股总和为20%或以上 就属由外国对手控制的企业 外国对手公民和由外国对手控制的企业 不得在南卡购置超过50万亩的土地和任何房产 也不得从房产中受益 外国对手公民如果拥有美国和母国的双国级 则不受该法限制 美国国会众议院近日以415票赞成 零票反对通过不再把中国归为发展中国家的法案 这部法案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际组织施加影响 把中国归入高收入、中高收入或者发达国家 不得让中国得到任何给予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 经济规模仅次于美国 美国被视为发达国家 中国也应如此 他还批评中国政府利用发展中国家地位 持续在国际上操弄制度和剥夺了真正需要帮助国家的资源 对此 环球时报评论称 虽然中国这些年发展成就巨大 但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在 此举很明显是为了打压拥有14多亿人口的中国的发展 而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中飞腾也称 此事为一个障眼法 为的是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 3月29日 据知情人士透露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正考虑将因近期银行业风波造成的230亿美元的损失 让华尔街的大型银行进行分担 政客们敦促FDIC为小银行豁免这一成本 该机构表示 计划在5月份对银行业进行所谓的特别评估 以支撑其规模1280亿美元的存款保险基金 最近硅谷银行和签名银行倒闭后 该基金受到打击 知情人士称 官员们希望通过将一大部分费用转嫁给规模大得多的机构 来减小社区贷款机构的压力 这或将使摩根大通 美国银行和富国银行等华尔街大行 各自已经支付的数十亿美元账单进一步增加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和一群人工智能专家及行业高管 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 他们呼吁暂停训练比GBT4更强大的人工智能系统至少6个月 理由是这种系统对社会和人类构成潜在风险 这并不意味着总体上暂停AI开发 只是紧急从奔向不可预测的大型黑核模型的危险竞赛中收回脚步 呼吁暂停高级人工智能的开发 直到为此类设计制定实施并由独立专家审核的共享安全协议 这封信还详细列出了与人类竞争的人工智能系统 以经济和政治破坏的形式对社会和文明造成的潜在风险 并呼吁开发者与政策制定者就日理问题和监管机构展开合作 在德国获得对使用混动汽车的豁免后 欧盟成员国在3月28日最终批准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律 该法律将在2035年停止销售新的二氧化碳排放汽车 经过讨论 欧盟27国达成妥协 欧盟委员会和德国于上周六宣布 他们已达成协议允许2035年后销售使用电子燃料的汽车 在德国要求豁免后 欧盟委员会已承诺为2035年后继续销售仅使用电子燃料的新车 开辟一条合法途径 而欧盟的妥协却被一些成员国认为不公平 更有环保组织认为 这样的妥协是气候政策的倒退